李克强在香港的最后一天访问 第一场公开活动 是到香港大学出席兼校100周年典礼 做上课包括了李嘉诚与何鸿燊等 香港和澳门的富豪 还有先任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校监 前英制时期的香港总督微信 李克强的演说 并没有什么让香港人觉得刺激的政治话语 主要是瞻扬香港大学对中国的贡献 演说途中他还用上了英语 据称使中国领导人鲜有的举措 李克强在典礼过后 与香港的中国国学大师饶中一会面 然后在香港大学校方挑选的学生祥岛之下 参观有关港大历史的展览 有报道说 他在早上还曾经和李嘉诚等富豪一同吃早餐 大学门里面是一片喜气洋洋 门外头却是示威者被阻挡的镜头 人称长矛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 就给党在距离港大校园 全约三分钟步行剧烈的地方 他离开的时候仍然有十多名警员尾随 终于改善到了 来来来来来来 警察与示威者对峙的局面到下午再次出现 在新政府总部大楼外 民主党和支联会等团体也来到抗议 示威群众聚集在新大楼的东边 可是街牌典礼却是在西边的礼堂内举行 李克强从头到尾都没有跟示威者碰面的机会 民主派和人权团体拼命警方的阻挠 让示威变得毫无意义 李克强在总结三天的访问行程时候说 香港有的是潜力、活力和生命力 对香港的发展充满信心 但是本地学者分析说 虽然他带来的金融措施 得到香港财经界的欢迎 但是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 也让不少香港市民反感形成两极化的声音 BBC中文网记者叶靖斯香港报道